詞曲 李宗盛 我很高興今天能夠回到梁家立法院 特別要感謝蘇院長、財務院長以及草野各黨團接受我的拜訪 讓行政院能夠順利踏出第一步 對我們來講可以說意義重大 今天回到梁家來 其實我發現立法院已經有實質的改變 在蘇院長的帶領之下 以及各黨團的共同努力之下 為了要落實青年的政策 立法院不再接受虧證 那第二個呢 立法院所有的議事也已經公開透明 剛剛蘇院長特別提到 不管是院會委員會還有程序委員會 各種委員會的協調一律公開 那這樣的一個網站 已經超過兩千多萬人次上去瀏覽 這個可以說讓立法院更接近民意 那第三個是蘇院長跟財務院長 為了要行政中立 也已經都退出政黨的活動 對六七年來 立法院有能夠這樣實質的進步 我非常非常的欽佩 那未來我率領的行政團隊 一定會謙卑面對立法院的監督 那第一個呢 我會用我過去在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 監督行政院那樣的標準 先要求我的行政院團隊 第二個呢 會遵照剛剛蘇院長的要求 就是行政團隊應該要加強 跟立法院朝野黨團的溝通協調 那我們呢 針對部分黨派委員的監督 也會務實的給予回應 那第三個 我衷心期盼 為了國家的發展 為了社會的進步 為了人民的安定 那有一些重大議題上面 那立法院呢 也能夠幫助行政院 行政院呢 也能夠提出好的對策 爭取立法院的支持 像一開始 大家不分朝野 互相牽手 共同努力 我相信人民一定會 樂意看到這樣的結果 我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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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